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你讲 你说这个门神 鼠年台湾要出大事 那天有个风水先生跟我讲 讲的我都晕了 他说呀 鼠是什么呢 就小为大 鼠是最小的 但是呢 鼠子鼠丑牛这12生肖 鼠排第一 然后他说你看台湾岛像个什么样子 过去有人说像这个叶子 那个叶子 他说像个卧鼠啊 而且说陈水扁 小人 小老鼠 但是呢 他排第一嘛 第一家庭 所以说2008小人要弄出大事了 这不是好事 陈水扁真的 他这种人 你说他 我觉得他就是小孩骑大车 危险 危险 他真的是一个小人物 结果串到了这种位置上 结果在上面还不知道要好好的稳着坐 还到处像老鼠一样转来转去 我先给你们看看最近台湾事情多 而且是最新的新闻 老肖都泄密了 不是 老肖跟人会谈都泄密了 我想你们会有很多感触 咱们来看一段 我先给你们看 好像郑老师要跟我们爆料 说是微笑老肖跟博锐光会谈纪要曝光 我就看见最新是这个新闻 但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我刚才听他说 好像美国都估计说陈水扁现在要玩什么招 说什么袭击大陆渔船都说出来了 对的 这个的确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诧异 就是说照理说美国都是那种方方正正正正正派派 到处讲原则讲道理的 没有想到说美国受到陈水扁04年两颗子弹这种事情之后 发现陈水扁各种的奥布怪招太多了 所以他们也找出一个智库来 专门研究陈水扁 究竟会耍什么花招 那么这一次呢还担心 马英九跟肖万长竞选总部 不知道怎么应付 所以在跟老肖在闭秘的一个密室里面 会谈说 因为他们两个英语都非常流利 讲英文 然后就提到陈水扁要做什么事情 他说如果陈水扁要宣布戒严的话 一定要弄到两岸军事发生冲突 那怎么发生冲突呢 他说美国的一个想法是 就因为两边的渔船常常越戒 因为都为了生计 现在渔越抓越少 常常会过了海峡这一边来 那平常都是我们的这些海盘巡防署 去赶一赶或者罚一罚就算 那这一次呢可能就弄到一些军人 去那里面开枪开炮 杀死的人流了血 那当然大家就轰动起来了 这样陈水扁就可以宣布说 两岸已经进入到准军事冲突 为了预防中国大陆 下一步对台湾军事突击报复 所以台湾必须要终止选举 进入戒严 那就不怕这玉石俱焚 那你还玩什么招 事实上对于陈水扁来说 他是真的不希望选举继续下去 因为选举有结果 他当然不乐见马英九当选 可他更不乐见谢长廷当选 他为什么不愿意谢长廷 事实上陈水扁跟谢长廷之间 是一直有仇的 他们是余量情节 甚至已经超过余量情节的 那个状况了 因为谢长廷 其实陈水扁 他跟谢长廷是同时代的人 陈水扁一再的在各个场合 各个情况下占便宜 去压着谢长廷 然后自己起来 今天他自己再怎么来说 他做到顶了 做完了 他再怎么也得下来 可他又不甘心是谢长廷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不急 他只有这两个人当选 他都很难过 那他自己接的面对 后面可能有官司的事情 所以他最好是 这个事情最好 能够闹得越大越好 闹起来以后 他可以用他现在残存的这个 就所谓现在的职权 去来戒严 然后把这个选举 无限期的延后 在这个中间 他在求脱身之道 对 这就是有人说 就好像大家在打牌 最后你发现你的牌很坏 而且全部宝都压下去了 一翻牌你就完了 你5月20号你就输了 那么你唯一脱身的方法怎么办 翻桌子 桌子一掀 大家的牌都乱了 我没输 所以我现在装家 所以都是我的 所以现在美国人来的警告 就是说 不太担心选举的结果 因为对美国而言 马英九营也好 谢长廷也好 他都有机会 重新跟台湾的领导人 建立关系 然后怎么调整两岸 可是如果 陈水扁不肯将政权 按照民主政治的程序 交出来的话 那这个美国觉得说 这事情可就闹大了 因为陈水扁有一个期待值 就是说 到了今年的8月8号 8点钟正式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 明年2008 2008的北京奥运 所以他要把他的政权 想要拉到 那个时候 台独跟奥运闹在一起 胡锦涛主席宣布 这个北京奥运开始 然后陈水扁在那边就宣布 还蛮独立 就说看你是按奥运起立的按钮 还是按飞案的按钮 还是按飞蛋 哎呦 这个是非常坏 非常坏 陈水扁这个人 他所有玩的花招 当然包括他的幕僚 那一群人 都是一个不按正规 牌里出牌的人 他从来没有在 为整个台湾的福利 台湾人民的幸福去着想 他完全是为他自己 你看他在当总统的时候 所有的好处 都是往自己家里搬 所有的事情 都是往自己家里要 他所有布置的人都是他自己的心腹 他自己的人马 他从来没有为民进党想 那更不要说为台湾想 这个印象 我再提一个例子 就是说代表 陈水扁跟谢长廷之间的矛盾到什么样子 柏锐光这次居然还提出一个 最怕的假设是说 陈水扁布局是什么样 是要找人去暗杀谢长廷 不是暗杀马英九 然后架货给国民党 然后宣布戒严 因为按照或者停止选举 因为按照台湾的选拔法 一旦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登记截止之后 如果一个候选人死掉的话 整个选举就不算了 要重新开始 那就可以再拖几个月以上 最近是说 所以他正当选的方向 大家都认为过去一年多 大家都在谣传马英九 你要小心 可能最后人家打不过你的话 就把你做掉 有一个小说 2006年就出来 叫刺马记 说这个小说里 就是成功预言 当时还没发生 没错 包括台北市长郝龙斌 接到恐吓信 都说到了 甚至里边就讲刺马 说马英九会在2008大选前 最后一个星期六 在高雄扫街的时候 被外省级枪手开枪 连开三枪 但是说实际上 还不是外省级枪手 打杀他 是在外省级枪手开枪之前 另外一个人过来 邦邦邦三枪 打在马英九身上 所以说最近马英九 说加了五个保镖 所以说今天 之前因为马英九 可能会被暗杀 这事情已经整个公开来了 说了很久了 传了很久了 所以今天如果马英九死的话 人家再怎么来说 都会认为绝对是你 陈水扁 绝对是你民进党干的 美国就想到另外一招 他就想到另外一招 你不杀马英九 杀谢长廷 谢长廷 第一 他杀掉谢长廷 是因为第一 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谢长廷 这个是全台湾 尤其是民进党里面是非常熟悉的 我跟谢长廷 我们都 真杀假杀 这当然是真杀 杀他自己是假杀 杀人家是真杀 如果杀死了 如果当然 然后接着他就可以嫁祸在国民党的真杀 然后他又借此停止选举 所以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起码是美国的智库 美国政府的人提出来的 这就把我惊着了 我就太幼稚 我以为现代社会玩政治 你说这些东西让我想起咱们这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之间玩暗杀玩这个 难道说现在就政治上面还至于说谋杀吗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在讲我们在退回来到快将近四年前 04年的时候那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那一次的后来经过调查 那一枪是真的打进去的 是真正的打进去 然后他当时的角度很清楚的 他是要打吕秀莲的 所以事实上那件事情他的所有动作 他是要打吕秀莲 结果吕秀莲没有受伤 那他又不愿意让吕秀莲变成英雄 他要装英雄 可他又不知道他该伤在哪里 所以他要抓着这个手这样下车 下了车 然后最后再做个假伤事 伤在肚子上 然后子弹居然还留在口袋里 这从头到尾都是假 但是你像这个国民党这种 不是老肖这个泄密啊 我觉得难道说有可能陈水扁 民进党他操纵这个国家系统 就所谓的国家系统 就是说情治单位 特务手段 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我甚至在台湾我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你要够格人家才要窃听你 你不够格还不会被窃听 事实上在李登辉执政那几年 我不愿意说是国民党 我说是李登辉 因为事实上到李登辉那一段时间上 我们所有像我们这些都是被窃听的 而且所有政务官也都被窃听 都被窃听 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的电话都被窃听 然后呢 当然现在民进党 尤其是陈水扁 绝对把李登辉那一套都学来了 所以他现在在所有 尤其对手的竞选总部 所有的家里按窃听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所以国民党也不必惊讶 现在是说 那你说会有人窃听陈水扁吗 这就是陈水扁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现在就担心 其实我希望我们的国安单位 因为有很多人是真的不满陈水扁 拜托请在陈水扁那边办个接听 不过有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陈水扁闹绯闻案 其实就是被人家窃听出来 只是他自己给压得住 没准能窃听到他跟老婆打架的声音 他是被老婆打的 被老婆打的 好久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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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样说陈水扁真是自己做的局的话 那也对自己家里人也够可以 自己爆料 说我要收到那个恐吓信 然后说这个恐吓要强奸我女儿陈姓渝 要什么怎么打劫我家里 所以才外逃 他马上就要吃眼前亏 他只要5月20号造成交出权力来的话 我相信不出几天 他恐怕他的麻烦就全部会出来 以前所有在他权位下面这些替他多行作恶的人的话 恐怕都要为了要纷纷自保要出卖陈水扁 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如山崩海岛的样子 这样子一个趋势的陈水扁真面目 以及全家人的所有的 小人最终的结局往往是人格破产 众叛亲离 这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他女儿来洛杉矶转一圈 马上谣言四起 什么谣言 就是说他要带女儿的话 先将他们的家底想办法带来美国了 因为知道将来要逃的时候 你要向曾文会那么傻 带那么多美金的话不容易 所以洛杉矶有一个谣言 就是说他女儿这次来 是把他们家的家产早已经换成最容易带的东西 黄金 油票 一张几百万元的油票 带个几张 摆在个小皮夹里面带过来 然后找一个保险规一锁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 他这个东西怎么转 因为你其他的资金转移的话 或者是保物 你要待进待出的话 一定会被人抓到 但是你说国民党啊 我怎么最近听一些各界朋友都在说 哎呀马英九可能没戏了 马英九可能不行了 这是什么 何有这种判断呢 就过去我一直以为 可能明年大选就是马英九的了 现在好像觉得判断变得非常复杂了 应该这样讲 我们从民进党的作为 他们是打死不肯把这个政权交回去的 他是绝对不可能用一个公平的手段 跟你玩游戏的 他是绝对不遵守游戏规则 所以他会在用所有的手段 在这一次整个的选举中 他会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包括上一次04年的最后 所谓的陈水扁的两个子弹 包括陈水扁最后 他们最后启动了国安机制 让你的所谓的军方的人 蓝营的人没有办法去投票 包括到最后的选举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手脚 他就是我用一切不要脸的手段 我让一个不公正的选举结果出来 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又更危险 因为现在是操盘的人是陈水扁 陈水扁他不但有这样说 绝对不能让政权回到蓝营来 同时他也会觉得 他甚至也不愿意把他的政权交给谢长廷 所以他又会用更可怕的手段 包括可能暗杀某一个候选人 用这个方法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或者挑起战争 挑起两岸之间发生事端 他又可以用这个方法戒严 停止选举 你说这个人 我倒有点觉得这是个奇人异事 这是一般人可 怎么能把 就是说是这么多台湾的命运 绑在自己这么一个 而且不惜暗杀吗 不惜打仗吗 所以我就要说 其实台湾真的是最近这20多年 是一直在危机重重 李登辉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个性 李登辉其实当时就是希望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台湾 然后台湾能够用独立的方法逼到大陆出手 如果大陆出手打台湾 台湾全毁或半毁 然后全部的台湾人会恨大陆 然后全世界刚好有的其他的国家 不愿意让中国崛起的国家 就可以说你中国这样一个邪恶的国家 你居然连自己的同胞都打 然后就用军事和经济就制裁大陆 于是台湾全毁大陆往后倒退30年 现在是因为 那他自己呢 能绕着什么好呢 当然可以绕到好处 他可以就进了日本的靖国神社 他就是日本的民族英雄 而且事实上 水扁次郎 没有 他已经眼里次了 眼里次 而且他可以到海外去 他有正数的日本名字 对 他眼里正南 他事实上 他自己本身 他把他的家属都已经迁到海外去 然后他在海外还可以组织所谓的流亡政府 继续来跟你中国大陆叫嚣去打击你 所以这是李登辉 不过我们要感谢李曾文慧 因为他的帮忙让李登辉下台 这件事情就危机结束 接着呢 可是很不幸的 台湾又接的出来了另外一个疯子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也就是陈水扁 然后陈水扁事实上前面还装 现在是越到后面 他连装都不要装了 我觉得现在彻底不要脸了 是彻底不要他本来就是他怎么跟老百姓见面呢 我估计他现在好意思 也不太好意思 出现的台湾很糟糕 台湾现在是有一部分人被他被所谓的地下电台 被成被整个的这样民进党 给忽悠到了最后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有道理的 然后大家感觉不出来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 大陆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是全民有点类似疯狂 没错没错 全民给忽悠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大家也会伺候会想我怎么当时这么笨呢 那这叫指鹿为马 你不觉得当时德国曾经也有过这一段 当时被希特勒榜 所以也不只是中国的先生 所以说事实上我常常觉得一个领导者 当他掌握到了整个的所谓的 传播宣传系统 然后他在一再一再的洗脑的时候 人民会有一段时间会疯狂 会没有理性的 现在大陆曾经经过这个教训 他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德国也清醒了 可是台湾现在目前还在一个混乱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说是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民众很容易被愚弄 很容易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谢老师最想讲的是前一阵大中制政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奋机呢 我应该这样讲 我其实很想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件事情告诉全台湾的同胞们 今天我们大家一直有句话 叫制果子 拜树头 今天我们要知道感恩图报 台湾在五十多年前从日本人手上接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整个社会是这么样的评级 因为我们的老蒋总统带了他中国中国三十几省的精英 带了很多的黄金 然后做了用黄金做准备金 我们重新发行壁制 因为这些人来共同去建设 台湾才会在三十多年变成了一个经济奇迹 在世界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是你要说老蒋他也确实是屠杀过 而且也钳制言论自由 我们也必须这样说 戒严 我觉得说我们要退到那个时代去讲 如果要论那个时代 其实平良英说台湾绝对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戒严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两岸之间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 大陆随时有可能会来所谓的解放台湾 那我们在我们说法就是学习台湾 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防备 所以如果你要问论那个时代 请大家再往前推个二三十年前 日本时代的当时对于台湾的钳制 是不是远远胜于当时老蒋的一个钳制 所以今天如果一些人不懂得感恩土包 你现在回老蒋的同向 你现在去把大中自治的牌柄给拆了 没有问题 现在你得势 可是历史会还给老蒋一个公道的 我必须在这边说老蒋在大陆的时间 其实我必须说北伐是他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他的贡献 因为这样我们中国能够统一 同样的台湾的建设也是老蒋的贡献 他的人格 他曾经替国家民族做过的事情 哪是你一个陈水扁这种小小的一个跳蚤人物 你够资格去论断的 所以今天如果全台湾的人今天你对这个事情 有的人是姑息有的人是悲愤 可是我必须说今天你对这样一个人物他绝对是一个人物 你这样做将来会遭到报应 所以今天台湾现在所涉及到的很多的危机都是台湾人民的共业 结果他的行为少数人的行为要让整个台湾共同承三这样子一个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贺家 谢谢理事 但是这让我想到一个道统问题 就好像你一次次讲老蒋总统 在我们这边就叫老蒋伟总统了 对吧 他是你比如在台湾 这有时候就会让我联想 好比说当年法国大革命 对吧 推翻皇帝 可是现在巴黎他还有路易十几的同像 还保留着 但是呢 这个事情该怎么看 那好比说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 你看到把这个萨达姆的这个同像推倒了 你说这几个东西之间 怎么 第一他不但是个人 而且事实上老蒋总统确实对他 他做过贡心 如果今天因为少数人的心胸的狭隘 他就觉得我喜欢我讨厌 所以你看陈水扁奇他在当时